跟大家講一個這個新疆的民間故事 我要跟誰討論呢 跟何董 新疆有一個民間故事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聽過 叫做鐵鍋懷孕了 這個呢 你知道新疆喔 這個維吾爾族有一個傳奇人物叫做阿凡提 號稱他就是非常的聰明 然後反應非常的快 那他有一次去跟這個八一 八一就是這種非常小氣的 你說圓外好有錢人但是小氣 對他去跟八一借了一個母鍋 然後你說借有個母鍋我要做飯 好我就借 那過幾天呢 這個阿凡提就把母鍋還去給八一 然後說你的母鍋生了一個小鍋 然後八一想說 這個阿凡提是笨蛋 母鍋怎麼會生小鍋 不過沒關係 至少我多了一個小鍋 我相信你 對 對我當初借你的這個母鍋確實懷孕了 所以生一個小鍋還我是對的 然後從此呢 只要阿凡提去跟八一借東西呢 這個阿凡提都會給他一個小小的 這一個像是 禮物的東西 有懷孕的感覺 給他賺一點便宜 結果賺一點便宜 有一次阿凡提突然跟他說 我媽媽生病了 我要跟你借一個你們家最好的金鍋 可不可以借給我 金鍋 當然就八一想說 借你的金鍋 到時候多一個小金鍋 多好 就借給他 就借給他之後 就一去不回 一去不回 然後八一就很生氣 去找阿凡提 我借你的金鍋怎麼不見了 阿凡提說 你的金鍋 難產死掉了 啊 什麼意思 這個八一 之前呢 因為他認為 鐵鍋可以生小鍋 可是呢 當金鍋難產的時候呢 這樣有生小孩就有風險嘛 所以這個金鍋死掉了 他就 沒辦法 把這個金鍋要回來 所以阿凡提就賺到 賺到這個金鍋 這個故事呢 講在東方的小孩子 大家覺得 他好聰明 阿凡提是個天才 對 但這個故事呢 拿到美國的小朋友去聽 啊 什麼東西 我聽不懂 這個煮飯要用鍋子嗎 不是用烤箱就好了嗎 美國人聽不懂這個故事 我要告訴大家什麼 同樣一個故事喔 在不同的時空背景呢 會有不同的解讀 對 這有個投資邏輯來囉 我們來看一下 最近有一些股票 我們今天抓的全部都是IC設計 IC設計呢 我們看上面這一排呢 力旺 M31 金星科 這一波股價漲幅比較大 三成到四成 因為他們都是IP 毛利率都會漲高 下面呢 他們呢 漲比較少 為什麼 暫自一跌 對 對 就是你講的 答案在哪裡 我們看 他們的毛利率呢 非常高 所以 跟這故事 怎麼邏輯呢 就是 一樣做IC設計 可是毛利率高的 才會漲 毛利率低的 不會漲 一樣的故事呢 東方人覺得 這個是天才 阿凡提是天才 那西方覺得阿凡提 搞不清楚你在講什麼 所以呢 從這邊 如何找一個 選股邏輯 所以基本上來講 你看到了 這一個部分 是在IC設計的概念 所以還是那麼一個主軸 來到IC設計的選股的部分 也都是這樣的邏輯 你看 我們來看一看 上一回我還記得講說 強勢股守什麼線 月線 或季線 我們 沐華哥也講到你 我們先看 先看台積電好了 把台積電拿過來看 台積電的月線 換個台積電 台積電月線在哪裡 哎呀 昨天才講 強勢股守月線 強勢股守月線 弱勢股可以做的 守季線 對不對 好我們就用這個例子 用這個 現成的例子來看 我們看 利旺 3529 守什麼線 月線 對不對 來看一下 M31 守什麼線 守 月線 對不對 強勢股守月線 對不對 一樣的道理 我們回回到剛剛的 2379的 也都是一樣這樣的邏輯 所以來到這裡 我們要再去尋找 IC設計已經 漲了 那我們要再尋找 另外一個 因為 為什麼這一陣子拉回 量比較少 因為 都用金融股 停停停 把指數停到這個地方 供過去了 那 每個人都喜歡電子股 電子股還有沒有什麼主流 5G的 5G的在哪裡 銅箔基板 好我們就來看一下銅箔基板 那我用銅箔基板的部分 我們要在銅箔基板裡面 要尋找 哪一些 是我們可以 可以追逐的 還可以追逐 而且沒有風險的 標的 好我們就銅箔基板 其實 像 這裡總共有四檔 四檔 只有一檔 沒有100塊 其他都100塊了 哇不錯 然後從 台藥 藤輝 連茂 台光店 我專門等一下 專門要找那個毛利率高的來講 這個藤輝 又是便宜的 好再來 藤輝 我們也看一下 6672把那個新櫃加起來 手哪裡 好像照相一樣 就手記線 一模一樣 再來 最強的 就是我們以前跟大家講的那個年貌 6213 手哪裡 越線 對不對 然後我們再來看 台光店 62383 這手哪裡 手記線 為什麼他比較弱 就是 郭明琦加持的 就弱一點 沒辦法 那來到這裡的時候 我們這樣的時候 我們從這裡來講 第一個我們剛剛 IC世界邏輯是什麼 我們要找毛利率高的 那 第二個是要 找股本小的對不對 對 這個就是我們的選股邏輯 第三個就是 最好大股東都不能賣 好 那我們從這個銅箔基板裡面找到了 一個新兵 我們上回有用 有用那個影片來講過這個股票 我們來看一下 他的毛利率是26 為什麼 因為他接了很多那個 F35的戰績 一樣都是銅箔基板 為什麼他的毛利率特別高 因為他接了一些 什麼F35 最近最紅的是什麼 航泰就對了 對航泰 最近其實航泰股 在不管新貴或是在上貴裡面 他表現得不錯 你看祝龍 這是在新貴 平民磅磅磅 是提醒 對 文勝哥講 那個時候 我記得他講股票的時候 百億 現在百倍 是 然後我們在 湮 拓凱 拓凱是作為那個 碳纖維 對碳纖維 他說我記得他講的時候 是八十幾 對 八十幾就跟這個 騰薇差不多了 那個時候 對 一百六十幾 對不對 那現在我們講騰威他就在這個位置 他現在還沒有上百 人家都一百多一百多了 然後這個九十幾 那這一百多一百多一百多毛利率市價 所以我們來看一看 他到底有沒有我們追逐的機會 好來看一下 供應最貴戰鬥機F35的硬板 其實來到這裡的時候 我很想給大家看一檔股票 叫做勒克希德馬丁 我剛剛沒有特別講 我可以打出來用月線好了 你把他拿二十年出來看 你知道他二十年漲二十倍嗎 二十年漲二十倍 這個巴菲特沒有買到也有點 有點萬坦 來把他拉高 二十年前是十幾塊 十六塊 十六塊漲到三百 你看這是勒克希德馬丁 就是生產什麼 F35戰鬥機的那一個公司 你看他不是出給其他公司 這個騰薇是直接出貨出給他 出給他 出給他什麼 硬板 你知道他的飛機在飛的時候是 酒機的那個那個力道 其他的板子就要爆掉了 所以基本上 所以他毛利才這麼高 而且財命毛利沒有多少 五成到八成 是對不對 你看你看這個不是F35嗎 你看這個部分 而且包含這個NASA火箭這個都是 他都是他的客戶 而且軍工材料裡面 全世界十家裡面 八家是他的客戶 比我們剛剛看的厲害 好把基本面稍微去看一下 等一下我們再來看一下 看一下法人有沒有買 好 銅箔基板中毛利率最高二十六 我們剛剛看到六二一三的這個連帽 他是去年去年是十四 然後獲得NASA 波音空八的訂單 這個都是不是不是轉手的 是直接的訂單 好 那我們講到這樣 來看一下他的K線 K線的時候拜託導播底下 把我們換一個外資 那這檔因為剛剛掛牌 這從新貴這個99.99 跟他存金 這個位置就是新貴的價格 那掛牌以後是從這裡 掛牌以後就在這裡做震盪 但是最近我發現一件事情是什麼 外資在買 是 偷偷的買 偷偷買 那現在的價錢很簡單 現在你看到的是九十三塊 這個位置的價錢 跟外資買的一樣 因為外資從這一天開始買 他的成本大概是九十三 所以在這個位置毛利率高 而且他有航鈦 又有5G的概念 你就注意一下 他如果持續在買超 而且如果投信跳進來買 你那個時候連等都不用等 因為投信買股票比較兇 那你就你就 你也跳進去跟他買 這要注意一下 這個部分人家都上百元 有一個上一百五一百六 那他股價還九十幾 還算親民 可以注意一下 好 非常謝謝何董 把這個銅箔基板相關概念股 幫他做一個分析